金房部今天清晨舉行實彈射擊演習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炮陣地點距離參觀的場地特別的近 讓很多的軍事迷和敢去看熱鬧的民眾都很震撼 金門防衛部的年度重頭戲 重炮保養實彈射擊訓練 23號清晨在金門後湖海邊登場 真而欲龍的炮聲嚇得現場民眾心驚膽戰 指揮官一聲令下 現場炮火七發 對時火光四射 威力相當驚人 軍事迷拿著相機拍照朝聖 民眾也吸家帶眷 感受重炮射擊的震撼 不過就連大人都嚇得屋起耳朵 現場卻有小朋友看著看著竟然睡著了 是在超淡定 因為他平時在電視上有看到 對這個還沒有興趣 所以今天也是帶來感受 為了驗證國軍訓練成效 金方部所屬炮兵部隊 共計有32門各式火炮 更動員了375位官士兵 參與實彈射擊演練 我們超演主要的內容是針對我們一個 船團的運輔 遭受到共軍這邊的一個獵險艦的攻擊 那由我炮兵部隊 實施一個主導跟一個制壓射擊 確保船團的運輔任務 雖然這次參演的武器都是二次大戰的產物 但震撼力十足也讓現場民眾直呼過癮 聯合報陳向欣金門報導